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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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通關密語 老闆出事惹 啊 要打惹 比較可愛 對不對 有說到通關密語的 就知道剛剛有去看 首播结束才过来的 以后那个阿代片剪长一点 这样我直播时间可以短一点 哇 大概打开已经九点多了 差不多近一边又三十分间 我就可以下线了 大家晚安大家晚安 我来看看这个礼拜 跟大家分享什么事情 过年之后 车祸频传 都发生了一些蛮严重的车祸 那有一些网友 透过讯息来问我一些 有关于车体结构的问题 我想说今天直播就跟大家聊一下 车子的板筋 板筋厚到底有什么用 撞到还是会凹 不是坦克车装甲车 坦克车装甲车撞到都会凹了 何况汽车 板筋厚度跟安全 到底有没有绝对的关系 那其实事实上是没有 但是你说完全板筋厚 完全没有用也不是 板筋的厚薄 其实牵涉到很多东西 它其实不单单只是这个 安全性的问题 你有时候车子安不安全 事实上应该要跟它设计的溃缩 跟设计它的结构 比较有大一点的关系 那至于说板筋厚有没有用 其实还是有用的 可是我觉得板筋的厚薄 会影响到一些事情 就是比如说你车体 诶 大家一直出事都没有人要 听似的 靠谣 大家都去出事啦 刷一排老板出事了 这样就对了啦 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 我不要帮他宣传 我弄这些 这些员工要买车 我头就昏了 我跟你讲后面一定还有 我跟你讲阿呆现在叙事待发 干他一定他妈在等 什么时候轮到他 妈逼勒 那些小兔仔子都以后不知道在想什么 不要贴连结啦 干嘛贴连结 不要帮他宣传啦 他靠自己的实力好不好 我绝对不会帮他自顶的 你放心 我刚刚讲什么啦 好车的结构 板筋厚薄啦 哦有 终于有人愿意要听 板筋厚薄这件事情 人家常在讲说什么要买 你迟早要买欧洲车的 还是什么 为什么 这个很多的国产车都在宣传说 诶 我们这个是可能很接近欧系的底盘 很多车评说 这车开起来很像欧洲车的底盘 那很多人会搞不清楚说 所谓的欧洲车底盘到底是轮胎跟避震器 这么单纯吗 其实不是 底盘它包含了整个车子的结构 你整个底盘的结构 那影响到你开起来的感觉 过坑洞的表现 过弯的表现 高速公路的稳定性 那都有差 有的车其实我们常在开 有的车开起来很软 因为它结构做的不好 所以啊 你以前开到很多国产车啊 你会觉得说车上杂音很多 有没有 其实那是 铁本来就是一个有伸展性 有延展性的东西 你在过坑洞的时候 其实车子都会有一些 某种程度的变形 那就造成说 你车子里面的一些试板 纯Q有没有伸缩 所以它稍微会有一些摩擦 所以你室内才会有一些异音出来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 欧洲车什么双B 冰四O 什么车内杂音比较少 隔音比较好 那事实上它某种程度 跟你车子的 这个安全结构啊 板筋的厚度都有关系 也就是说你过弯的时候 车子没那么软就比较不会变形 像你知道结构最差的其实是什么车吗 结构最差其实是敞篷车 因为其实车顶啊 A柱B柱C柱的车顶啊 其实它也是结构的一个部分嘛 扫掉了这个屋顶以后啊 其实车子本身的那个刚性就会变软了 那偏软了之后呢 它就会影响到你的操控 现在的车它已经不是绝对的说 你车子比较重 对不对 你板筋比较好 你撞到你就我们贏的 赢是一回事啊 但是人有没有活着又是另外一回事啊 好 所以我要我要表达是说 其实这个车子的安全结构 跟板筋的厚保 其实影响到一些风切声 操控隔音 安全 其实都都是有 有蛮大的关系的 那它不是很单纯的说 板筋越厚越好 其实也没那么简单啊 想问一下您的部落格为什么不放更多厂内车的资讯 不是有100多辆车 是这样子的 车子回来真的要经过一连串的检查跟测试 然后整理好之后我们才会上架 所以呢 它的速度其实很慢 你虽然有一百多台车 其实有很大部分都还在排队等着测试 或者是已经卖掉了 或者是在等着发包 等着整理 所以说其实真正上去销售的数量 其实可能也许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那再加上如果说卖的速度快一点的话 其实上去一下就不见了 所以你会觉得说 能够看的车的数量比较没有那么多 小诗哥你那边有E3到E5的Focus4D吗 好像有一台在检测 好不好 期待一下Facebook上架 因为现在有拍摄影片的关系 那有些因为影片排成的关系 比如说像上次的328 还有这个160的530 那个都还还没有拍完 影片也还没有整理完 可是影片一上之后就会很多人 一直传讯息问说要卖多少钱 那可是其实我们还是得等影片卖掉 所以如果想要看我们的车子 除了部落格 部落格比较慢 可是部落格有总表 那再来就是Facebook Facebook的话就是最即时最快的 好一上架 你可以很快速就看到 他的照片啊 等级啊 配备啊 价格啊 等等 所以就是目前还是只能以FB为上架为原则 Aurys开4万 慢速或刚起步都会抖动 是不是变速箱有问题 以前没有汽车行车电脑 发展这么好的情况之下 很多有没有坏都是凭借着修理厂的经验 你有可能在这间修理厂啊 检查跟你说你变速箱坏了 结果你到下一间修理厂 他开开他说 不会啊 我觉得这车就这样满正常 所以其实以前这是不准确的 那现在其实一翻两瞪眼 行车电脑插下去 变速箱电脑那个错误侦测 检测完出来没有故障嘛 我们就认定他是好的 好所以其实回员场去做这个电脑 行车电脑连接其实是最快 那这个维军说现场看会最准吗 其实现场看不会最准 因为你来现场就算我还没有整理好的车 我们可能也不太会让客户看车试车 好所以一切还是以FB跟部落格有刊登为原则 宁愿长到盛平也不要短到盛头 哈哈哈哈哈哈 哎有道理呢 这句是金日名言 既出事了之后 另一金言 今天上架很多Volvo 其实很多Volvo是过年前买的 好那因为这种进口车 其实测试时间要比较久一点 其实大部分哦 除了那一台CC以外 Cross Country 其他的那些什么V40 V50 S40 那个其实都过年前就买了 那因为过年前我们这个汽车出入流量安排的问题 有一些像这种进口车需要测试比较久 就不上架了啦 就是打算过年后才上架了 所以你会看说 诶今天怎么会上架很多Volvo 最近签了210的1200K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哦有啊 那个啊 机械增压会辣辣辣辣啊 那个通病就是这样 还有他室内的鼓风机冷气系统 他那的冷气系统电脑超烂 鼓风机超烂 然后那个电动阀门超烂 就是那个再切换什么 吹上面吹下面吹中间的那个 电动阀门超烂 冷气系统要注意 电子系统要注意 1999到2005 IS200有什么看法好痒吗 IS200哦 你如果跟同年份的146比 我是觉得比较好痒 那唯一这个IS200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他也是直六的引擎 你要注意他会不会吃机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他的内装环保材质 所以有的会很恶心很黏 最好不要改装 因为那时候有Sport版本 Sport版本的话 怕担心会有些车子的改装 而且IS200我跟讲 原厂就很好开了 除非你是飙载 小诗有在帮忙找车吗 没有哦 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我没有帮人家找车好了 今天我一个 大概 将十年前的客户才打给我 他大概从 一年之前 他就一直每个月都在问我说 小诗你有没有什么车 小诗你有什么车 他说他想换 他想再买一台车 然后呢 我告诉你 他每个月打给我问的车款 都不一样 有时候大台 有时候小台 有时候是柴油 有时候是油店 有时候是休旅车 有时候是跑车 他每个月都在变 所以到最后 我们就不特别 在帮客户去找车了 反正你就是以FBI 以部落格上面 有的车为原则 刚好有看到 你有兴趣的车子 你就买 对啊 如果没有就没有缘分 没缘 F10 535要注意什么 那BMW车 我每天都在讲 应该就是漏油的问题 那第二个 535要注意变速箱的问题 变速箱怎么测试 时速大概60公里 开开开开 前面红灯然后你踩刹车 车子静止了之后 已经停下来了哦 你要注意一下 有没有盾一下的那个感觉 好 那那个就退档太慢 那个变速箱就有点问题 又或者是 你在冷车刚发动的时候 你就把它打入低档 排入低档的时候 看车子 有没有前进的动力 有的你排进去以后 会盾很大力哦 你打到低档会 一声 很大声 那真的很大声 会大声到让你觉得很奇怪 甚至还有一些是 打了以后过三秒钟 才觉得车子有前进 那那个都是 变速箱要挂掉之前的一个 征兆 大概就是这样 2013年的福特Escape 手刹车释放之后 行驶会听到还有刹车声 可能是什么原因 分棒坏掉了 分棒咬死了 那个分棒要换了 那个很危险 因为它一直摩擦你的刹车皮 那很热很热 然后刹车皮就 就这个磨完了 然后甚至连带你的碟盘都GG了 好不好 所以这个问题 可能要快点去检查一下 那分棒咬死是很危险 那会造成你刹车不平均 你试想看看 你在踩刹车的时候 如果左边跟右边 咬合的力道不平均的时候 那就会造成你车子 歪斜 偏一边 打滑 所以那个其实是很危险的 好不好 DSG坏掉是不是也这样的状况 不是喔 DSG不太一样 你如果是DSG坏掉的话 是在你 比如说你 入档要启动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 车子抖动 抖得很厉害 抖得很厉害 然后第二个是 DSG坏掉是你入市的时候 它在换档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会有个 咔啦咔啦很大声的撞击的声音 那甚至会把你的档锁起来 就是比如说你换到三档 它就不再往四档换 这是DSG坏掉的一个状况 那刚刚在讲说 那种冷车入档 有没有撞击的那个状态 所以你们如果去看二手车的时候 有一点你要很注意 就是你到了这个车行看车 你车发动以后 你要看它的水温 是冷车还是已经是热车了 因为大部分的变速箱问题 在热车之后 如果只是初期的症状 这个变速箱是初期 才刚开始要出毛病的时候 它可能在热车的时候会比较缓和 比较没有这样的症状出现 所以说很多车行知道 你要来看这个车子之前 他会先把这个车子预热 先发动到热车 等你快来的时候再熄火 所以你到现场 你一发起来 发动起来已经是热车的状态 所以你排路变速箱就说 没怎样啊 没有撞击的声音很顺啊 可是其实 其实殊不知 那是冷车的时候 才出现的症状 所以你们去看车 有时候去车厂看车 你一定要发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说 这台车 你一发起来 它水温是已经 到达工作温度的状况 还是是冷车的状况 那很多 有关于一些感应器 感测器 含氧感知器啊 或者是一些节气门的问题啊 或者是这个启动马达的问题啊 还有这个我刚刚讲 变速箱的问题啊 还有车子 卡尔点火线圈的问题 很多东西都是在冷车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征兆 比如说车身抖动 整台车的这个怠速一直飘来飘去 可是呢 你在车热之后 所有的症状都缓和了 所以你们去看二手车 跟大家讲一个小诀窍 你车子发动起来 你一定要去注意 它的水温 还是在冷的状态 还是已经 热过了 好不好 又教你们一招 看小师长知识 好不好 来历片原厂好 还是副厂大厂如B牌 蝶盘很漂亮 需要一起更换吗 不用 只要换那个 来历片就好了 蝶盘不用一起换 如果蝶盘很漂亮 就不用一起换 没有吃钩 没有变形 不用一起换 我觉得刹车 来历片这种东西 因为不贵嘛 所以我觉得 反正我们就试嘛 你可以测试看看 买副厂的看看 然后你用看看 跟你原本在用原厂的时候的差异有什么 然后你再判断下一次要不要再用副厂的 你如果觉得用起来跟正常其实差不多 那恭喜你 你下次你就用副厂就好 小师哥本人超级有形的 如果当时从事演艺人员 哪有刘德华 香港四大天王 哇 你们看见他本人帅到根本讲不出话来 那这么多说话啦 博昌 哇 诶 这不是装脚喔 好不好 人家是发自内心的 好不好 谢谢博昌啊 你不甘贤嘛 啊可是 这个就是我老婆每次都很担心我 她都不让我自己一个人出门的原因啦 这个没有办法啦 好不好 我妈每天都烦恼而已啊 不能离开她视线 我一离开她视线 她就忧郁症了 可能我怕她太严重会致残 我走出去有没有 地方的妈妈看到 我跟你讲 你就觉得奇怪地上怎么淡淡 有没有 奇怪 为什么我从女生身边走过去 觉得地上怎么好像有洒水车走过的感觉 所以这种没有办法控制的啦 真的 洒水车你知道吗 真的没办法 我这个不能在外面到处乱晃 我只能在公司上班而已 我老婆现在应该不在旁边 她在旁边啊 她在等我啊 她怎么会不在旁边 我甲主的呢 什么我老婆不在旁边 拜托在旁边我一样讲好不好 开玩笑 甲主有认证过的吗 刚才认证啊 对我老婆在旁边我不是照讲 对不对 我跟你讲啊 我们人就这样啦 没有什么不能讲的啦 对不对 讲完回家要跪再跪嘛 怕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不对 讲还是照讲嘛 这个回家再处理就好了嘛 剩下的事情 喝完这杯再说吧 不用管 不用管那么多了啦 没什么好怕的 小师哥每天开不同车回家 还是固定218 我不一定耶 我没有固定啊 因为有时候我要测试车子的状况 所以我每天都开不一样的车子 以前我还没有跟我老婆结婚的时候啊 要约会嘛 然后去他家载他 然后约会完 晚上载他回家 结果他的那个邻居就在旁边 有留言肥语你知道吗 就说哎那个某某几楼几号几楼 那个他女儿 每天都不同人送他回来 都开不同的车 有时候宾室的 有时候March 有时候BVN的 哇这感觉这个很北港香炉 之类的 就类似这样 殊不知都是同一个人开不同车 我从以前就有一个习惯 因为我对车有兴趣 我做这个二手车这个行业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行业最幸福的就是 我可以每天开不同的车 我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帮下一个车主 来测试一下这个车的车况 值不值得购买 所以有发生过这种插曲小故事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小诗哥B&W防暴胎有没有 必须还是装一般胎就足以 其实我坦白说 我的这个跟保险一样 我不能跟你讲说 有没有必要装防暴胎 我也不能跟你讲说 有没有必要保险 我叫你不要補 你如果出事了 那好像我就给你错的资讯 对不对 但我是觉得说 我可以跟你讲我的习惯 我觉得原厂出来如果是防暴的话 基本上它如果时间到需要更换 我就会换没有防暴的 我的习惯是这样 因为其实现在 如果你不是常常出远门的话 其实双北县市的拖掉道路救援 其实蛮方便的 那B&W好像原厂也有一些免费的 道路救援的资源可以用 所以我是觉得我不会特地去换防暴胎 最后我讲一个例子 时间差不多了 我曾经有一个客人 他就是可能他车买回去之后 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 然后坏了一个含氧感知器 就亮了一个引擎灯 那个含氧感知器通常就是这个含氧 氧气供给量侦测错误不完整 他就很生气的回来直问我说 小师你小师不是很有名的 砍棒很大支的 我哪会给你塞一周 就亮引擎灯 那其实那个灯亮的车 都是还是可以开的 他只是说这个空气的比例 侦测有误了 那请你不要开太快 然后尽快回厂做一个检查 他大概是这个意思 他并不是说让你死在路边 我就跟他说明 我说其实我也帮他 他跟我讲以后我就说 那安排个时间 回来这个我的修理厂 我帮你做一个检查 或是更换 那不用费用 那或者是说你不方便 那我派员到你的位置 我们会开一台代用车 去跟你换你的车回来 我们来帮你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就没事了 那他只是一直很纠结在说 为什么一个礼拜就这样 其实像这种 含氧感知器 这种电子零件的产品 那事实上其实会有这种情形 有时候这种事情很邪门 就是我们怎么试都没事 到你手上就有试 因为每个人开车习惯不一样 踩油门 放油门 换挡时机的习惯 其实真的都不太一样 然后开的路程 路途 时间都不太一样 所以说我觉得是说二手车一定会发生一些大大小小问题 那重点在于说你现在回来找我了 那我也立马帮你安排 帮你处理了 那也许他只是想抱怨一下 那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 我说 我就跟他这样讲啊 我说 我觉得应该蛮庆幸说 你是跟小诗汽车买车 要不然你现在可能已经在 想要把文PO在爆料公社啊 或者是说 你可能已经在 左手安排纯正信函的事宜啊 你可能在到处问人家说 我这个这样怎么办 卖我车的人不理我怎么办 你可能去PTT发文啊 你可能去小恶魔发文 你可能去各论坛问 说我在那个小诗汽车买这个车 亮个灯他为什么不理我 其实我觉得这未尝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 反正我觉得事情往好的方面想嘛 对啊 今天我们愿意这个理你 愿意负责 愿意帮你处理到好 不会花费到你的费用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购买经验了啦 不要说好像我们这里出来的车一定都不会坏掉 我觉得我常讲一句话啊 我如果你们线上了700个观众朋友 你们有时间 你们到了我的店里 如果我的服务人员 有人跟你讲说 你跟我买车不用担心 绝对不会坏 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我觉得把那个人file了掉 怎么可能有车不会坏 我那BMW5000就掉下了 怎么有车不会坏的 车都会坏的啦 只是看说这个售后服务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好了时间差不多啦 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这边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